呃 大家好 呃 這一篇就是說 用那個 瀏覽器 呃 你用 Chrome 或者是那個 FiveOS 瀏覽器上傳檔案到那個 Mega雲盤 的一個解說 呃 然後 你要使用那個 瀏覽器上傳的東西到那個 Mega雲盤嘛 呃 建議安裝一下 它那個提供的APP 就是你沒有安裝的話 就是 你登錄之後啦 在這個 登錄那個Mega雲盤 有沒有登錄都有啦 就是 主選單這邊 這裡 有 APP 就是應用程式 啊 瀏覽器的 那個 那個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還是application 然後它這個 語言啊 因為有的 它 因為這個 它這個會抓那個 自動抓那個 系統的語言嘛 啊 有的人 可能如果你那個 系統語氣跑掉 可能會出現英文嘛 是點這邊 會有一個language 做一個切換 就可以切換成翻題中文 在這裡 有angu什麼的 angue啊 然後 那個 看一下 啊如果你沒有那個Mega帳戶的話 是要註冊 先點這個連結註冊一下 因為那個 你要上傳 到Mega雲盤 就是註冊一下這個 就是 方便管理啦 這樣子 ok 然後一般進入這個 這個 Mega 的管理頁面的時候 這裡 一般都是用這種 圖片式的 那個 預覽或總覽 這種是屬於 那種 方便那個 就是 就是 檢視啊 啊就是 也可以方便那個 嗯 就是 像這種 是屬於 就是後來那個 問8出來以後才流行 就是 結合手機點擊的那種 啊 你如果是使用桌機啊 桌機 用滑鼠 鍵盤的話 就是 切成那個 木木甲 列表方式會 比較好檢視啊 像這樣子 啊 我們一般電腦的話 桌機的話 就是這邊 一般大部分都是 我忘記了 好像是小圖式還是什麼的 嗯 大圖式的樣子吧 就是用那個 那個 觸控 那個叫做觸控 觸控點擊啊 好 我們一般桌機的話就是 用清單會比較好 好瀏覽檢視啊 這邊切換 然後就是 然後 再來就是 再來 這裡又有分那個 你要一個一個檔上傳 還是整個資料夾上傳 呃 以前的那種 這種流覽 流覽器是不支援那種 整個目錄上傳的 現在 已經可以做到這個 上傳一整個資料夾 然後 再 我先說一下那個 單檔上傳的部分 就是 點這一顆 這邊有一顆 那個 單檔上傳 點一下 然後就指定到你要上傳的 那個 你要上傳的 你可以 看你是 的 路徑啊 的 目標 這邊就隨便 取一張圖做範例 然後就會開始上傳 然後上傳的話 就是點這一顆 我在前面有解釋到說 上面這個是屬於那個 用戶管理欄 就是一些 還有一些 主選單這裡 然後這邊這個是屬於那個 功能欄 工具欄 然後這邊是屬於那個 你的那個 目錄 然後這邊是屬於那個 那個 導航 導航條 就是一些 功能條 因為這個 現在的網頁的那種架構大部分都是這樣 不是在 橫的 或者是直的 啊 有 你剛接觸這個 Mega的話你 就是 稍微這邊 稍微 留意一下這裡 這上方這一排 跟這一行 這樣的話你在操作上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現在的網頁架構都是 大部分都是這樣這樣子 然後中間才是內容 這樣子 然後 就 上傳好 就這一個 然後這邊會日期嘛 就剛才上傳這一個 就這樣上傳好 再來我要上傳一整個資料夾 這邊用一個範例3好了 改成3 改成3 4 然後就是點 這一顆 換這一顆 點這一顆 點這一顆 然後就是 這一個 因為我現在是點到桌面嘛 你可以 你如果是 你也可以這邊放大 拉中 這樣會比較好檢視 然後到低潮的 譬如你是 什麼遊戲的壓縮或影片 放在低潮嘛 我們一般系統潮是不會放一些 重要資料啊 避免出問題 嗯 如果你是那個 遊戲的話 現在系統潮都是用那個SSD嘛 的話 遊戲什麼的 加速那個讀取嘛 那是不是灌在吸潮啊 那你如果是一些 資料影片什麼 備份的話 文件就放在 D潮或者你有分割E或F 這樣子 這是有所區分啦 因為你如果像一些 英雄聯盟那種 是 需要快速讀取嘛 的話 你就要 可能就是那個SSD 就設在 還有一些系統潮 經常重複讀取的那種 就是用在那個 用SSD 用成系潮 的話 那個 一般一些影片啊 或什麼重要資料 就放在D潮 然後你就直接指到D潮這樣 然後我現在是要 就是指 啊 這一個就是桌面嘛 我點到桌面的 這一個 我要上傳上去 這個目錄 就是這一個 嗯 這一個 它就會開始上傳 然後這邊這一個 有了 然後我點進來 這目錄裡面的東西 這樣子 這樣 OK 嗯 抱歉 剛才講了有點語無倫次 剛才講了有點語無倫次 就是說 嗯 像這種一般西草的話 現在主流就是買那個SSD 就是說 重複性讀取 還有需要 高速讀取的時候 都是放在西草 就是用成那個 系統草 系統草 有緩存嘛 就是我們裝那個 Windows Windows 64位元 或者是 64位元 的話 因為那種 都是 有緩存的話 是需要 經常讀取 啊 或者是你在一些game 都會裝到那個 SSD 遊戲的話 有些遊戲 都是有做那個 緩存啊 那個 要經常重複讀取的 或 要加速讀取那種 其餘一些 英雄聯盟 或者是 線上遊戲 啊 那個MMO 或什麼的 射擊遊戲 CS 那一些 都是要裝到那個 SSD 如果你有弄那個 SSD硬碟的話 那種的話 讀取會比較快 啊 如果你是 像 那個 D或 E 你有做 那個 一般的那個 硬碟的話 那種 固態硬碟 1T 或2T 或3T 那種 都會做 DEF 繼續分割 那種 就是 用來存放那種影片啊 或者是 一些 程式 備份的 或者是你一些東西的備份 什麼的 就放在D槽 或 E槽 那種是不需要經常去做一些緩存讀取的部分 就放到D或E或F 這還是有 有一點區分啊 這樣子 再來 就是一些遊戲安裝的話 你現在都有SSD嘛 都會裝在那個SSD裡面 OK 然後 再來 再來 就是 點這個 這個 這裡 檔案傳輸 會看一下你 上傳的那個 狀況 啊 你如果是 前面有介紹就是 上一篇啦 它是上傳的情況是在這裡 顯示這裡 上傳中 上傳完 這樣子 OK 然後一些使用心得 就是說你這個 點來點去啊 就是你 算滿重要 你要怎麼樣 回到那個 管理首頁 它這裡有一個雲圖標 這裡 可以點一下 就直接回到這個首頁 啊你這邊 譬如你點一下 然後又點到這裡面 啊你要怎麼回首頁 可以點這一顆 或這一顆 都可以回到管理 管理頁面的 首頁這樣 再來就是說你 上傳的東西 種類很多的話 就是要 建一下那個 資料夾分類 點這一顆 然後這邊 輸入一下 名稱 譬如是 火影嘛 就是Narudo 我這邊舉例 譬如現在是 第100到200 你就建立一下 然後再 點進這個目錄 然後再點檔案上傳 這樣子 如果你有很多 那種 就是弄一個分類 這樣 然後注意一下 你 你現在 第二個就是說 你這個 這邊 你點資料夾的話 有沒有 是用這邊 用這邊點會比較方便 因為這邊點要點兩下 而且很容易混亂 啊你點這邊的話 就比較不會容易混亂 就是直接在那邊顯示 這邊 這一個 我這邊有寫 點這邊會比較方便 這樣子 啊跟目錄的話 就回到這邊 就點這一顆 或點這一顆 然後建好資料夾 就是看 你看你是 目一兔二三四 你就 由這邊丟 由這邊進行 那個 檔案上傳 嗯 嗯 啊這邊是 建立一個新資料夾 上傳到 雲端 這邊這一顆 或者是 上傳 一個目錄 這一顆 這樣子 啊就會上傳到這個目錄來 這個那個 你的目錄裡面 這樣子 OK 它那個是用圖形顯示的 還沒有變成中文 啊你上傳後才會這樣子 可能是一個bug吧 它後面沒有跟那個中文啊 有沒有 OK 啊下一篇就是說 要怎麼 獲取那個 Mega的檔案或目錄之 分享連結 好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點一下連結 參考一下這影片 那這段視頻就解錄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視頻 謝謝大家